洗車場騎樓下一名女子悠哉滑手機 突然一台白色轎車經過 瞬間爆炸聲響 火光四射 嚇得一旁女子趕緊離開 26號晚上9點多 新北市板橋有人丟直爆裂物 據了解是誠信嫌犯 不滿前女友和現任男友交往 從週一開始 在臉書發了好幾篇嗆聲文章 事後活同3名朋友 到樹林五金行買材料 自止炸彈 一行人在開車到板橋 現任男友的洗車行引爆 是自製的炸彈 那它是用鐵管的方式去做一個 然後裡面我們初步研判起來 是黑色火藥 洗車行突然被丟炸彈 員工關起鐵門不願多說 警方以車追人 在樹林找到四名嫌犯 一殺人未遂 搶跑彈藥移送 炸彈威力雖然不大 但恐怖情人的行為 已經讓附近居民忍心惶惶 記者張俊慧 吳子怡新北報導